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聲明 指香港特區實行三權分立的說法是錯誤,必須糾正 港澳辦指支持香港特區教育局 在通識科教材刪除三權分立的內容 說三權分立在香港從未存在過 重新香港實行行政主導體制 行政長官享有超出行政機關首長的廣泛權力 又指行政立法機關 既相互制約又相互配合 而且仲在配合 中聯辦就指司法獨立 不等於司法獨大或者司法至上 不能以司法獨立之名 隔空行政主導體制 批評反對派在這個話題 混淆視聽,企圖即非成事 借所謂三權分立否認行政主導 削弱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和權力 抗拒和隔空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